終於等到你 還好我沒放棄 幸福來的好不容易 才會讓人更加珍惜 回顧23年王室落下男兒淚 聚君夜重回大S懷抱 死前最難忘時刻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再強的人也有權利去疲憊 聚君夜日前在憨縱落下男兒淚 回顧時刻23年 久別重逢大S的影片 他感動不已 還說這是他人生最難忘的時刻 男兒淚的背後還蠻辛酸的 稍找黃紫嬌先舊帳影射S幫射毒 颱風尾也掃到聚君夜 光頭想必壓力山大 當時大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被范曉軒周經緯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話說23歲 少女時的大S 和聚君夜密戀高吹 當年經紀公司 靖愛嶺的關係 聚君夜躲起來不回應 妹妹小S壓起來 站出來替姐姐臭罵她一番 我覺得不管是韓國經紀人的錯 還是酷龍本身 俗辣不敢把話講清楚 我覺得以後我們乾脆 連朋友都不要做好了 如果要搞成這個樣子 但大S幾十年來沒還電話號碼 聚君夜人到中年 扶植心靈Call大S 兩人兜了一圈 決定廝守終身 愛情力量大 讓她什麼都不怕 現在和S一家相親相愛 有看過姐夫和小姨子 這麼融恰恰的嗎 謝謝